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解读清华版量学原主 弘扬清华版量学原理 运用清华版量学技术 动态剖析 量价背后装甲逻辑 所有截图案例均为历史数据 仅供参考 不作未来收益保障 股市有风险 投资须景深 今天我们将进行黄金道的讲经 黄金道我们量学称它为节律与节奏的温度计 黄金道 简单来讲它就是一条通道线 一个通道线 那么教材上面老师引用了古文 帮助我们去理解黄金道它的意义 中文的道字 教材里面讲到的这个中文的道字 造的这个绝顶精彩 绝顶聪明 绝顶智慧 道的原始含义是指道路 途径 坦途 以后逐渐发展为道理 方法 规律 最早的道字呢 鉴于甲骨文 不鉴于甲骨文 但鉴于什么呢 经文是象形文字 也就是用手脱着脑袋 或者直接将脑袋藏在衣服当中行走 那么这个图呢我们没有结果了 但是教材上面呢它是有的 那意思的话呢 这个象形文字意思呢就是 即使用衣服把头蒙起来 也能达到 也能到达目的地的方法和途径 这就是说道 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路径 一道而行 可以蒙头而至 也就可以闭着眼睛 达到目的地 这就是规律 就是法则 就是自然而然的到达目的地 后来简化为什么呢 手和走的道字 那么手呢就是脑袋 走呢就是行为 脑袋和行为的关系 被一个道字呢 阐述的淋漓尽致 那么这里呢就是 我们的这个黄金道 量学所讲的黄金道 也就是这个通道线 简单来说 这股票呢 它是遵循着这个自然而然的 这个规律去前行 对吧 所以呢 一旦我们把这个黄金道 画出来以后 它就可以指引我们 关于股价的走势 它到哪里 正因为道字如此了得 对吧 所以呢 单官有道 为官之道 从商的 有从商之道 潮补的自然有潮股之道 我们的三维通道 是一种什么呢 蒙头而至的 潮股通道 俗称黄金道 那么上述内容呢 就导出了我们 量学的三大发明 第一 以天线 地线 人线 来组织通道 天线呢 用于什么呢 关顶 观察顶部 地线呢 用于查底 观察底部 人线用于 食人气 也就是判断强弱 所以呢 依然是天 人 地 三条线 好吧 天人 第三条线 第二 第二个发明呢 以日子为通道的什么呢 命名 它既可以记录最后的 划线 日子 又可以帮助我们 对于趋势的发展呢 变化 做出评价 更重要的是呢 以这个日子为基点 可以确保 一万个人 划出的通道 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里就涉及到了取点 那么我们如果把这条通道线呢 用它的日期去命名 那么也就说明呢 明确的讲出了取点的日期 所以呢 不同的人只要遵循规律 按照量学的标准规则 在这个日子去划出这条线 那么一万个人划出来 这个通道线呢 它都是一样 好吧 因为天线与地线之间呢 空间很大 不利于对于事况 做出什么呢 精确的量化分析 所以呢 我们量学呢 发明了处于天地之间的人线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大发明 人线呢 是人气的标志 是主导事况发展变化的根本力量 怎样来确认人线的位置 这既不能什么呢 以所谓的黄金分割法来悬点 也不能主观异端来化线 只能从市场的实际状况来悬点 那么也就是说 人线 它的悬点 是比较灵活的 好吧 人线它的悬点比较灵活 那么再看第三 第三个发明的就是人线 人线的命名和悬点法则 人线呢 是在天线与地线之间 选取与地线趋势 或者与地线的趋向 基本一致的三个最低点 连线 三个最低点连线 所以呢 这里就是关键字 这里呢 就是人线应该如何去选 它应该 我们应该选一条与地线趋向 基本一致的三个最低点来连线 那么我们 比如说经过了长期的观察 一个月的观察 那么比如说 在教材上的案例呢 就在2009年的4月9号 发现了什么呢 趋向基本一致的三个低点 那么在图里面呢 就连出来了 人线 那么现在呢 我们刚才把什么呢 我们把三维通道的三大发明都讲了 什么两续的三大发明都讲了 那么现在我们去看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 第一 上面有三条线 分别为上中下三条线 那么这三条线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天线 人线 还有什么呢 地线 那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形成了一个通道 上升通道 这条斜线是从12月31号 最低点A点开始的 就是地线 那么其后面呢 五次扛住了大盘的下跌 包括这儿 这儿 这儿 对吧 多个地方 那么也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呢 三次预报底部的机会 这儿 这儿 三个底 那么从最上面那条天线呢 它是从C点开始的 C点 就这儿 对吧 那它怎么了 大盘呢 多次上升都没有突破它 比如说在这儿 八次都没有能够突破它 并且还预报了什么呢 给我们预报了六次精准的触定 那么中间的这条线呢 它就是人线 从哪个位置开始呢 我们从这个B点 B点 就这儿 四次扛住了后面大盘的下跌 对吧 这一条线上 这个就是天线 人线和地线 那么 天线 我们刚才讲了 它是用于关顶的 一旦位置被确立 一旦位置确认 那么后面呢 只要打到这个位置 都是零 都过不去 好吧 一般情况呢 它都过不去 天线 这个就是 那么地线呢 地线在这 对吧 那么地线呢 也就是说 回踩到它的时候呢 一般的都会提供支撑 不容易破掉 人线是用来识人气 那么也就是说 当骨架运行在人线的上方 则为强势行情 当骨架运行在人线的下方 则为弱势行情 所以呢 刚才讲过 第一个发明 以天线地线人线来组织什么呢 组织通道 天线用于关顶 地线用于塔底 人线用于识人气 好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三条线 那么这三条线是怎么来的 第一我们先讲这个地线 那案例当中呢 是以这个 二零 八 十二月三十一号 我们以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号最低点 以及呢 二零零九年的 三月三号 第二个最低点 进行一条连线 好吧 那么这个点呢 这条线呢 经历了第三个点位的确认 得出了一条地线 那么这条地线 画出来以后 如何去选取天线 对吧 那么选择了当时的什么呢 这个阶段的最高量 也就在这儿 C点 连出一条什么呢 与地线平行的一条线线 这就形成了我们的通道 画成了 画出了一条什么的 地线 与天线平行的 一条上升通道 那么由于当时 我们选点的位置 我们先选了十二月三十一号 后来又选了三月三号 那么在量学当中 当我们去命名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的就会 以后面这个点位 作为这个通道线的名称 所以他是选取的 三月三号最低点 那么我们就把这条通道的 命名为三三通道 那么这样的话呢 同学就会知道 这个通道怎么画了 对吧 一万个人画出来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会有取点的原则 一会儿我们会给大家详细去讲 现在呢 讲的是这个命名的原则 第二 命名 B点 三三通道 那么比如说 取点是四九 那就会命名为四九通道 取点是五五 那就会命名为五五通道 所以呢 这个大家一定要理解 那将来呢 如果说看到 比如说某一天 我们说六四通道 那么就是六月四号 是作为它的取点 好吧 这个一定要记住 现在我们有了人线 有了这个 纠正下 现在我们有了天线和地线的 这个三三通道 那我们如何确立人线 那是比较关键的 因为天线和地线呢 它中间的空间太大了 不利于我们 对于行情呢 做出更有效的 这个精准量化的分析 所以呢 我们量学发明了 处于天地之间的人线 这就是第三大发明 刚才讲到的第三大发明 那么人线呢 是人气的标志 对吧 是主导事况发展 变化的根本力量 但我们如何去确立 这条人线的位置 因为不能用黄金分割线来做 也不能去主观的去划线 只能按照什么呢 市场实际运行的情况呢 去做出选点 去划线 那么人线的命名和选点的法则 简单来说呢 就是在天线和地线之间 选举 注意 与地线 趋向 基本一致的三个最低点连线 对吧 那么 三个最低点连线 比如说 你看我们在这里 就通过这三个点连出了一条线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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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这条线呢 在后面经过其他点位的确认 那么如果这条线往前面连升 它同样的 也经过多个精准点的确认 那么这个时候一看 首先呢 人线和地线的趋向性 是平行的 差不多 并且呢 它也通过了什么呢 试况 就是股票的走势去确认 那么我们选点的位置在哪里呢 我们选点的位置呢 因为一条斜横线 它需要两个点 去确立一条斜横线 地线的时候呢 我们用的是A点和B点 所以取名呢 就要以B点来取 那么同理呢 人线也是运用到了A点 比如说和B点 那么取点 或者取名 要用什么呢 要用靠后的这个点位来取 对吧 所以呢 这里取的是4月9号 那么人线呢 就为什么呢 四九通道 这就自然就成型了 好吧 所以呢 事实说明啊 人线是三维通道的中间力量 是支配和影响 其他两线的什么的原动力 那么实际细心的读者呢 已经可能发现了 这条人线的角度呢 比地线的稍稍向上倾斜 浴室呢 它的人气是逐步向上的 越到后来呢 上行的这个力量就越大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三维通道与三大发明的全部内容 好吧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通道应该怎么去画 怎么去取点 刚才呢 我们只是介绍了通道 以及它的命名方法 这样的以便同学呢 在将来的画线当中呢 能够量化 遵循标准去画 那现在如何取点 法则 对吧 通道线看起来呢 它比较简单实用 但是想要画好它 画准它 却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呢 试之毫厘 没有一千里 不准确的 或者不正确的通道线呢 甚至会误人子弟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画 这里有明确的这个步骤 第一步 按照教材上面呢 地线的取点和定位 首先呢 地线呢 是最实在 和最基础的 所以呢 A点和B点的选择呢 是基础 之中的基础 如果错了 那后面 天线也是错的 人线肯定也是错的 所以 地线是第一法则 地线不能画错 对于上升通道 首先要选中A点 那么A点呢 即最低的那根架柱的什么呢 最低点 这里就是取点原则了 也就是说A点呢 它选的是一个极点 最低的一个极点 那么第二呢 选择B点 那么B点呢 即A点右上方 最近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低点 就是B点 那么将AB两点连起来 连成一条线 这就是我们要的 什么呢 上升的 通道的这个地线 所以简单来讲呢 就是拿阶段的 两个相邻的 最低点 去连成一条线 也就是极点的一个连线 去形成什么呢 通道地线 那么在有了地线的情况下 如何去确立天线 天线的取点和定位呢 关键是在于什么呢 C点的选择 那么这个C点呢 注意 C点呢 它一定是平行线 并且它是平行线的核心 这条平行线 一定是和B线是什么呢 平行的 好吧 这个C点 它的关系 它关系的通道的质量和效果 选高了 没有判断的价值 选低了 不能赢得利润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去选呢 那这里又是关键词 C点呢 应该在 离A点最近的那一个高亮处 对应的K线上方 就是C点的选取位置 好吧 那么注意 平行线应该至少与三个重要的高点吻合 吻合的架注越多 其判断的准确性就越高 好 那么现在呢 D线 天线我们都知道怎么去 D线的话呢 就是相邻的两个最低点 极点位置连线 那么天线的C点呢 就是距离A点 距离A点最近的一根高亮柱 所对应的架柱的顶 那么就依通那个顶呢 就画出另外一条线啊 比如说这里有个点位 这就是C 那么就得到了什么呢 D线和天线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看一下案例啊 我们去看一下案例 不管是指数 刚才这个案例 它都是这样的 你看最低点啊 相邻的最低点画出一条线 那么呢 A点和B点就确立了 这是A 这是B 对吧 那么在距离A点最近的什么呢 最高的那根亮柱的时候 取点C 然后呢 并且去连线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阶段 最高的柱子就是它 这是一波上涨 就是它 所以呢 就画出了D线和天线啊 那么同理呢 在这个案例里面也是一样 你看A点 它是最低点 与它相邻的B点 就最近的 那么划出一条线 那距离A点最近的高亮 是不是它 它的顶在哪 在这 那么由依托这里 划出一条天线 所以这就形成了什么呢 一个上行的通道线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后面的行情啊 打到这里就收阻 打到这里就收阻 那么同理呢 下面的这条D线呢 踩到这里就直跌 踩到这里 都是经过多点确认的 这个就是 天线和地线的画法 非常的简单 好吧 那么第三步呢 又涉及到 人线的取点和定位 那么人线的取点和定位呢 实际上呢 在上一个章节当中 已经讲到了 好吧 人线是通道的灵魂 因为行情在不断的变化 我们要什么呢 因事 利导 顺势而为 人线就能提前告知 趋势的发展方向 人线的取点和定位呢 刚才已经讲过了 这里就不重复了 对吧 但是呢 人线务必遵循盘面的 什么呢 最低辆柱化线 其连线呢 至少要经过三个趋势点 才能定位 人线要顺应盘式的发展 变化 来明明通道 这个刚才的第一个章节中 也介绍过了 比如说四九通道线 那么就是这个位置 你看四九通道线 取点是取的这儿 好吧 那么同时呢 它对应的柱子 你看 它对应的柱子 它对应的柱子也是某一个阶段的什么呢 相对比较低量的柱子 好吧 这个就是天人第三条线 它的正确的画法 那么第三步呢 就是说通道的一个操作策略 我们先看一下教材上面讲的这个语言 第一呢 通道有三轴 对吧 具体的操作策略是什么呢 一种是上升通道 一种呢 是下降通道 分别呢 代表了上涨式和下跌式 那么还有一种呢 叫做双重通道 那什么是双重通道呢 就是一个上涨式和下跌式 它们相什么呢 相交汇 这种呢 就叫做双重通道 也就代表呢 要选择方向的位置 第一 上升通道的具体操作策略 刚才呢 我们在图中呢 其实已经可以看到了 这个股价啊 它就运行在这个通道中间 每当打到上轨呢 它就会不过 打到下面呢 它又起来 不过起来 不过起来 直到某一个时间呢 突破出去 所以上升通道的操作呢 看一下 教材是怎么讲的 好吧 比如说有个股票呢 一直在这个上升通道中运行 那么我们的卖出计划呢 就非常的简单和直观 只要股价触及上升通道的天线 我们就可以卖出 那么也就是在这里 只要它触及上升通道的天线 不过 我们就可以卖出 那么第二呢 是只要它的股价 下穿上升通道的地线呢 我们就可以考虑买进 因为它已经打到了支撑 而且呢 随着时间窗口的推移 其股价也在变化 在上升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计划是动态的 也是什么呢 规范的 更是直观的 凡是买了这个股票的股民呢 早已被它涨得提心吊胆了 对吧 那么什么时候盖卖 这个是教材上面的语言 我们摘过来的 那么我们就去看一下 这个案例 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案例 第一个呢 是这个图 这个图 好吧 这个图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你看通过B点和C点的 这个取点 几点位置 连出了一条地线 那么在什么呢 距离B点最近的高亮的位置呢 这个是高亮 就低点 那么在低点呢 再画出一条什么呢 天线 那么这个形成了一个上行的通道 那根据刚才讲到的 只要是什么呢 它打到上行的通道处 不过 都是可以去卖掉的 但它回踩不破 那么都是可以去买进的 好吧 这个就是上升通道的操作 那么同理呢 其实下降通道呢 也是一个道理 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是反过来而已 好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 主题 你看A点 A点是这个2月19号 是预报的位置 那么划线呢 以B点和C点连线 划出上升通道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BC连线 BC连线出通道以后 D线出来以后呢 以近期最高的点 为什么呢 D点为基准 划出BC连线 那么划出BC 他们这条连线的平衡线 以D点 那么这个平衡线呢 就这条 那后面的操作呢 你看凡是触及 或者穿过第一线的位置 都是迈出的时机 凡是触及到第一线 这条线 凡是触及 或者说是什么呢 或者穿过 都可以是迈出的时机 第二呢 就是凡是触及 或者下穿BC线的位置呢 都是买入的时机 那BC线呢 在这儿 那只要后面踩到这 踩到这 踩到这 那都是买入的时机 这个呢 就是上升通道 它的一个什么呢 操作策略 那么刚才讲了下跌通道呢 就跟上升通道呢 刚好就相反 那么这里呢 我们再去看一个案例 这里是一个这个万科A的案例 万科A的案例呢 第一 刚才的下跌通 这个上升通道 我们是用两个最低点 相邻的最低点 极点去连线 那么既然现在画的是下跌通道 那就要用相邻的两个最高点的极点 去连线 这里的话呢 就是A和什么呢 A和B去连线 或者A和F去连线 那么它都经历了什么第三点的确认 那平行对应的呢 就是C低点 你看找到阶段的底部 然后呢 画出一条线 画出一条线 它经过了后面的确认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什么呢 下降通道 那么比如说 比如说在1点卖入 你看在1点买入 那么计划 应该计划在什么呢 在AB这条线附近呢 就去迈出 所以呢 在1点买入之后呢 当它打到F点的时候呢 就要卖掉 包括后面呢 当它打到B点的时候呢 也得卖掉 好吧 那么反之 只要它回踩这个下行通道 比如说在D点呢 就是介入时机 这个呢 就是下行通道的操作策略 其实它和上行通道是一样的 只是说相对的操作呢 是这个反过来的 这是方向的一样 但是操盘也是一样 上轨上通道 天线不过呢 就抛掉 然后呢 D线不破呢 就买入 不管上升和下降呢 它都是这个策略 那么这里呢 教材上的案例呢写到 注意 连线通过的点位数越多越好 越多呢 越有参考价值 对吧 比如说AB连线呢 应通过AFB三个点 AB连线通过AFB 那么CD连线呢 是通过了CED三个点 当然必须是几点 最高点 最低点 就是几点 好吧 那么这个呢 是关于下降通道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操作 调点 那么刚才的案例呢 是一个万科A 那回到这来看一下 你看万科A呢 中间有几波反弹 可都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呢 打压下来了 这种无形的力量呢 就是下降通道 它像一个神秘的时间隧道 让万科跌跌不休 对吧 那我们刚才从那个案例当中呢 可以看到 这个股票的下跌 图中的最高点 AB的连线形成什么呢 下降通道的上轨 与该股下降 图中止跌的 最低点C和低点连线 形成了什么呢 AB连线 平行的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 完整的下降通道 所以不管我们在任何时间买入 都受到这个通道的制约 都必须严格遵循 上轨迈出 下轨迈进的原则 否则将继续被套 那么整个的这个操盘策略来讲 其实就这一句话 就是什么 上轨迈出 下轨迈进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 通道的操作策略 这是针对于上升通道和下降通道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叫做双重通道 由于教材上面 对于双重通道线的这个描述呢 并不太多 所以我们就直接去看案例 那么比如说这个 这个案例呢 它就是一个双重的通道线 那么双重通道线的操作策略呢 其实也是遵循刚才的 我们的那一句话 上轨不过呢 就迈出 然后呢 下轨不破呢 再买入 那么只不过呢 双重通道线呢 在它二者交汇的地方呢 就是压力呢 要比以往的都要大 但是一旦通过 一旦突破 那么往往呢 也是一个中道大洋 好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用AB点 两个最高点去连线 那么得到一条什么呢 下行的这个弦线 下行的通道 那同理呢 我们用最低点 C和D相邻的 划出 上行通道的地线 然后呢 再取什么呢 距离C点 最近的高亮柱 这儿 它的顶 划出上轨 从而形成了 完整的一个 上行通道 一 那么它与下行通道 二 在三这个位置交汇 所以呢 三这个地方呢 它的压力呢 就特别的大 那么比如说教材呢 这个这个截图不太清楚啊 但是呢 这里呢 出现了一根柱子 它是一个单枪 并且呢 是放量的 你看 它是放量的单枪 那么这个量呢 它比较大 好吧 常态来讲的话呢 这里是一个受阻 上攻预阻的位置 那么由于它从低点 比如说 这是多少钱 这是六块多钱 然后呢 一直打到了什么呢 接近八块钱 七块九 对吧 那么幅度呢 也是相对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呢 在三这个位置呢 预阻 那么依然呢 是要进行一个 迈出的行为 但是反之 如果一旦站稳突破 那么这里呢 就是一根中道大阳线 就突破了 好吧 所以双重通道 它的操作策略 依然 遵循上轨不过 打到上轨不过 上穿 回落 都是卖出 好吧 这个呢 就是关于 双重通道线的一个操作策略 那么基本的三种 不管是上行 下行 还是双重 它们的操盘策略呢 都是一样的 上轨卖出 下轨买进的原则 就这么一条 好吧 那么这就是教材上面呢 关于黄金道的全部那种 现在呢 我们去案例里面去看一看 我们找几个案例 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案例 这个呢 是一个叫东方日升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 擦掉啊 比如说 在划线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选择这个工具 划线工具上面呢 这里有一个 这个 也就是说 它自动可以帮助我们生成两条 什么的平行 水平方向的这个 水平方向的 对吧 平行线 那么比如 你看我们来到这儿 先由最低点A和B 去连线 形成一条什么的 D线 上行的D线 然后呢 找到了距离什么呢 A点最近的高亮 那么你看 最近的是它 当然了 你还可以选择它 同理呢 你也可以选择它 那么这里有三个位置 那到底选谁 需要根据走势来确定 那么比如说 选这个走势的时候 当股价 当时 如果当时的股价呢 还在这个区间的时候 比如还在这个区间的时候 那么我们自然呢 就选择它 因为它的时效性还在 但是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比如说当股价到了这个位置以后 那么它已然呢 是出 从上轨呢 出去了 突破了 那么它从上轨突破了 那么这条线呢 将不再受用 这个通道呢 目前也不再受用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相应的呢 去调整 这个上轨 去调整这个上轨 比如说你放到这 对吧 那么你放到这以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时效性呢 依然是这个 比较有效的 那在这里 受阻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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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 突破以后回踩 然后呢 继续往上 那么随着到了后面 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依然可以挪到 下一根高亮柱 比如说它 那么挪到这以后呢 我们依然发现了 这个通道的有效性 包括这 好吧 这就是这个 关于这个通道的问题 那原则上呢 你还可以什么呢 比如说这是第一个通道 这第一组通道 对吧 那么当这个通道过了以后呢 我们就用第二个地点去连线 就变成了这个通道 那么再往后的话呢 我们依然可以用 其他的点回去连线 比如说我们用这两个相邻的点位去连线 然后的话呢 它的C点 它的C点的话呢 我们就取到这儿 或者呢 你取到这儿 你看一下 通过走势来确认 那么根据走势的话呢 我们看了一下 应该是取这个位置比较好 你看 先有这两条线 这两个点位相连 得到一个地线 然后呢 再由高点去连线 得到了什么 它的上轨 得到上轨 那么整个通过走势呢 都可以去看得到 比如说 这里触级上轨没有过 触级上轨呢 没有过 或者说过了 然后呢 回踩又打漏了 这里呢 再过去 然后呢 你看回落又过了 然后现在反抽不过 所以呢 这个线呢 依然是有用的 好吧 这个呢 是根据这个案例来的 所以我们任何案例呢 都可以去画这个通道线 环境道 那比如说这个案例 你看也是一样 首先呢 选取最低点 最低点 最低点 得到一条地线 然后的话呢 与之趋势相同的 一条水平线 找到A点最近的什么呢 高亮 它的顶取点 这个顶又没有经过 其他的确认呢 你看经过其他的确认 经过这确认 也经过了 也经过了 也经过了这儿的确认 对吧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什么 上行通道 那么操作策略呢 就是上轨 触级 不过卖出 上轨 触级 不过卖出 下轨呢 回踩就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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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回踩 好吧 那么一旦 回踩就买入 那一旦打穿的话呢 打穿的话 那就不行了嘛 那就说明这个通道呢 就失效了 任何案例都可以画 比如说在前面这个位置 也可以画 那么同理 我们找到最低点 与之相邻的 另外一个低点 那比如说是这儿 好 然后找到呢 与之相邻的什么呢 最高的高亮度 好吧 高亮度 比如说这儿 那么我们就画出了 这个通道 那你看 那这个通道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 然后呢 如果你要确立人线 那么刚才讲过了 是在这个区间 找到三个什么呢 三个低点去相连 得到一条什么呢 与趋势相平行的一条线 那么比如说画在这里 运行在这个上方 那就比较好 运行在这个下方 就比较弱 当然了 你也可以去 你也可以去连这儿 你也可以通过这去连 好 你也可以通过这去连 那得到一条人线 你看 运行在这个上方就OK 那所以说现在呢 现在还行 好吧 现在还行 这个就是通道 那么同学呢 一定可以去多画 多去理解 任何案例都可以画 任何案例都可以画 你比如说这个也是一样 最低点找到它 次低点 然后呢 连线 对吧 连线 得出一条下跪 下跪精力确认 然后呢 找到什么呢 找到已知最近的什么 找到高亮嘛 比如说我们找到高亮 好 那么这就得到了一个上行的通道 中间想要匹配一条人线 那么就要找中间什么呢 中间的这个低点 对吧 中间的低点 好 那么就得到了一条人线 那你看基本上呢 这个就是运行 你可以理解为这上轨 你可以 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上轨 这是下轨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中线 也就是叫中轨 我们这里呢 教材上的称之为人线 那么当股价运行什么呢 你看 运行在中轨的上方呢 就属于偏强 回落以后呢 就偏弱 那踩中不破 再偏强 回踩不破 继续打到上 不过 卖掉 打到上轨 不过卖掉 回踩这里 只跌 再回踩下轨 买入 然后呢 回踩 突破回踩 走强 打到上轨 卖出 对吧 又不过 又下来 然后再踩 再上去 又不过 又下来 再突破 突破以后呢 回踩 回踩以后没有破 那么现在呢 它就比较强势 因为它现在一直运行在什么呢 上轨的上方 那么当这条轨道失效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画出新的一个轨道 上行通道 那么比如说 新的上行通道 怎么去画呢 那么我们统领呢 我们可以用它和它去连线 对吧 我们可以用他们俩去连线 他们俩去连线之后 我们可以用它和它去连线 连线以后呢 统领呢 找到它的阶段最高亮 你看 找到它 那么这就画出了什么呢 画出了一个新的一个通道 不同斜律的一个通道 对吧 那么不同斜律的通道呢 现在我们要匹配一条人线 那么这条人线 应该如何匹配呢 就找到什么呢 相邻的几个低点 两个低点 但是要经过呢 第三个点去确认的 好吧 那么比如说 比如说 我看一下 这里也不算太精准 好 比如说这条线 对吧 你看这样就比较清晰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新的上行的通道 那么股价呢 就是在中轨和下轨之间运行 突破了中轨 上轨遇阻 遇阻回落 回落中轨只跌 上轨再遇阻 再回落中轨只跌 再打上轨再回落 那么下一步呢 还不是要先看中轨 所以呢 这个就是关于通道线 好吧 通道线的主要是判断趋势的 那么关于上行的通道呢 我们这里举例呢 已经非常的多了 上线通道 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案例 像这个案例呢 我们也可以画出一个通道线 也可以画出通道线 对吧 比如把这个线擦掉 那么从这里呢 我们就拉到最低点 找到次低点 比如说找到它 那么拉到什么呢 拉到 好 我们就画这个周期的吧 前面的没什么用 然后画这里 两个低点相连 然后呢 找到距离A点最高的高量 对吧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从顶上呢 画一条什么呢 下行的这个 下行的 下行的通道 那么它就在什么呢 在这个位置去交回 目前我们就可以看到 为什么它这里 你看 为什么 它没有去打到上轨呢 这上轨 这是下轨 那么股价一开始都是从这上去下来 那这里为什么不能上去呢 为什么不能上去 就掉落了 因为呢 它上面呢 有一条线 往下再走 对吧 好吧 并且呢 这里还有一个凹口 这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通道 任何的案例都能把通道画出来 好吧 同理呢 包括这个浮能股份的也是一样的 好 找到相邻的高量的顶 是吧 这个通道就太大了 这个呢 就意义不大 这个不参照 这个通道太大了 但是呢 如果你用前面去画的 那就没什么问题 比如我们还是一样 用最低点去连线 然后呢 找到它的高量 比如说这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通道 但是这个票呢 它很强的一直在上轨去运行 那么也是 比如说我们再用这段画 那从这 低点 找到什么呢 找到次低点 去连线 然后呢 这里找到它的阶段 高量的顶 去连线 那么得到这个通道 对吧 或者你连这儿也可以 算连这儿吧 就近的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道呢 你看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啊 它是非常的有效的 好 那么过了以后呢 只要突破了上轨以后呢 上轨就变成了将来的支撑 你包括这 你看回踩 回踩 都是 好吧 这个是关于通道线 OK 那么包括我们的上阵指数呢 它也是这样的 B线 天线 中间呢 加一个人线 好吧 那么只要遵循什么呢 遵循画线 取点原则 我们实际上呢 都可以把这个线的画出来 那么当一个案例呢 比如说它在进行下跌走势的时候呢 也可以画出下跌通道 那么只是反过来的 你看 用最高点去连线 连线以后呢 找到阶段的这个什么呢 B点 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 下跌的通道 你看 下跌通道 好吧 那么比如 那这就更明显一些 因为我们取点呢 应该取这里 因为这里呢 经过多点的切合 这个呢 就更有效 这就是下跌的通道 那么包括后面呢 就是上行的通道 那比如说现在呢 现在它开始上行了 那也是可以画出这个线的 从这 拉到这 对吧 拉到这 好 然后呢 找到什么呢 找到它的高亮 高亮就在这 那现在呢 也是运行在通道里面了 OK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什么呢 关于我们量学黄金道 这讲的内容 那么最后 看一下 总结 这个老子曰 道可道 非常道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独立 王子曰 道者 律 循律而为 无不可为 对吧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简明 就是规律的根源 易用是经典的根本 简明是规律的根源 易用是经典的根本 规律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路径 经典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步伐 不简明的所谓规律 是对事物的曲解 不易用所谓经典将 使人什么呢 荒废 简明 生于规律 规律生于 规律 效法于自然 没有规律的事物不能生存 遵循规律的行为 就长期有效 所以三线定乾坤 好吧 这就是黄金通道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这个黄金通道呢 很简单 最后呢 给大家去总结一下 三条线 第一线用相邻的两个极点 去连线最低点 然后呢 与之平行的距离 第一个低点 对境的那个高亮柱的架柱的 顶极点连出上线 至于人线的话呢 那么要需要通过走势去取 对吧 人线通过走势去取 C点应该在什么呢 人线的取点 人线要顺应盘式的发展变化 来取 所以这个就是取点和划线 那么操盘策略呢 就是上线 上轨迈出 下轨买进的原则 这个就是黄金通道 OK 那么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讲再见 拜拜 我们下车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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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发台